女子发出凄惨的叫声 男子看起来相当气愤 试图将女子驮下车 只见男女双方站在路边大声争执 情绪相当激动 这画面也让全场看傻 是在抓外遇吗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大溪区人河路二段 26号下午3点左右 疑似灰色轿车驾驶目睹妻子跟白色跑车驾驶出游 行程不满 便引起了这场纠纷的导火线 回车驾驶在停等红灯时 逆向超前 从车子缝隙中一个转弯 先是撞了超跑驾驶 又波及前方车辆 下车开始暴走蓝车 但傻眼的是超跑驾驶不但没有上前帮忙 反而在一旁打电话置身事外 夸张画面也让一票网友议论纷纷 可能想开蓝宝坚尼 那只牛很凶 难得这次没砸车耶 双方细音感情因素 宾式驾驶利用停等红灯时机 驱前蓝停发生差状 双方疑似互相认识 但都不愿透露纠纷内容 警方事后也将依刑法损毁 公共危险罪依法送办 男子因为感情纠纷 当街蓝车抓人 现在也要付出代价 记者刘志展李廷熙 桃园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小铃铛